哈囉 我是波銘 我是安娜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冰桶 這是我們最常用的軟冰 這是迪卡龍買的 這是我們自己很愛用的一個軟冰袋 那這個是熱活不入的冰桶 我們家有販售 這些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常用的 對 冰堡 我們之前在有一集我們有教大家 如何用尿布去做冰堡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我們這邊就是買現成的冰堡 很多客人來店裡面就會問說 老闆為什麼這一片冰堡跟 這一片冰堡的價差 可以大到這麼大 兩倍半到三倍的價差 那到底差別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就會問說 請問一下這個可以保冰多久 這個可以保冰多久 知道這兩個的差異嗎 我只知道 不貴有貴的原因嗎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那為什麼一分錢一分貨 它到底差別在哪裡 其實如果你用強光手電筒 照鏡去看 你會發現 它裡面的液體流的速度非常緩慢 有點像膏狀了 那這個它其實流的速度很快 就像水一樣 其實差別就在於所謂的冷凍劑 那這個冷凍劑的話 它的濃度的多寡 其實會取決於它的薄冰的效果 包含它能不能降到它該有的溫度 然後還有就是說它的持久性 甚至你看它薄薄的一片 跟它厚厚的一片 竟然它的保冰效果可能會比它更好 那至於多好呢 這個變陰其實真的很多 其實很難是這樣測 因為它必須有很多外在的變陰 包含你是用冰桶還是用冰蛋 外面現在設置是幾度 多少度的冷凍劑裡面放了多久拿出來 那拿出來之後 它現在外面是設置25度還是28度還是30度 要講得非常清楚 還有就是說 它是放在保冰桶裡面呢 還是放在保冰桶外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變陰 那我反而會常常跟客人講說 你的使用習慣是什麼 你今天要冰什麼東西 你的冰桶你要放多少的冰寶才夠 那我們現在就一一來回答 好假設你是客人 你問我說 老闆我的冰桶長這樣子的話 我要買多少冰寶 就平常我就還蠻困擾 因為像出門要玩的 沒有啊你要問我 老闆 嘿怎麼了美女 老闆我要那個去露營啊 可是 我不知道你怎麼 老闆我請問一下我要出去露營 我要兩天一夜 那我要買幾塊冰寶才夠 好 客人問我說 你要買多少冰寶才夠 好 那其實 我們通常會跟客人說 冰桶是這樣子 因為冷空氣往下降 對不對 冷凍的東西 冰冰桶的話 我會建議你 你買的數量就是把 你的底部鋪滿的狀態 就把它鋪滿 稍微重疊沒有關係 冰桶鋪滿之後 我再開始放一些肉進去 冰寶它把這個冷空氣把它擋住了 它就比較不會把溫度散失掉 最好上面可以再鋪一片濕毛巾 那這樣子的話 當你打開的時候 它的那個冷空氣不會散得非常的快 假設你今天是希望 糖溫的飲料或者是西瓜 然後你要讓它變冰 你要怎麼鋪 先把飲料放在下面 冰寶把它鋪在上面 因為冷空氣朝下嘛 這樣子的話 它下面才會變冰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的冰桶是那種很深的 除了底部以外 那你中間可以再鋪個一兩片 通常我會問客人說 你要用兩天一夜還是三天兩夜 並不是說你什麼東西都買貴的就好 也不是說你買便宜的就是不對 其實你要很清楚了解你的使用的狀態 那我反而會覺得說 你如果拿軟冰袋出去 應該是要那種兩天一夜的 然後是要那種當天晚上就會把那個冷凍的東西 全部吃完 那這樣子的狀況底下的話 你就可以用便宜的冰寶其實就夠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去三天兩夜甚至以上 那你可能有冰海鮮 那個水餃就不行了 水餃基本上你冰桶絕對是不行的 尤其是那種一整包的 你如果真的要帶水餃可以 你要那種一顆一格的 要粉開不然你會全部補掉 然後冰淇淋冰桶也辦不到 但是你如果要喝個冰的飲料 你如果要三天兩夜以上 還有你可能要補冰海鮮 你必須第二天晚上的時候 你那個海鮮還是要夠新鮮 龍蝦可以嗎 龍蝦 對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會建議你 你一定要帶硬殼的寶冰桶 對 那你最好可以使用 比較好一點的冰桶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兩個搭配起來 好上加好 才是 好好 滾滾 這樣好爛喔 爛斃了 像我 要三天兩夜的時候 如果要用冰桶的話 像我有一些 第二天要用的肉 我就會先放在冷凍庫 然後放在下面 也把它當作冰寶一樣 再使用這樣子 然後當天晚上的肉 我會把它放在上面一點 因為它基本上 它不需要到冷凍的狀態 這樣子 直到第一天的肉 用完之後 就會把第二天的肉 往上移 然後讓它開始慢慢退冰 像我自己 規劃三天兩夜 果實的時候 我會這樣去使用 就是冰桶跟冰寶的部分 OK 好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再問我說 老闆這個冰寶 這麼貴 它可以保冰多久 這個比較便宜 它可以保冰多久 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回答的 但是我希望可以更深度的 跟你們討論說 你要怎麼樣去選擇 你要選擇 好一點的冰寶 跟便宜一點的冰寶 你們的考量點 是要是哪一些 介紹就到這邊 OK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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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可以做出的 兩張看 我們可以做的 好嗎 我們可以做的